主持人愛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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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國興中醫診所副院長李文韶 主要專長在於 呼吸睡眠中止症 醫擴憑症 以及致體免疫疾病 李醫師那我滿好奇的 通常來找你的病患啊 通常什么样的会比较多 现在人其实生活压力大 目前比较多来找我的着重在于 自律神经失调 睡眠障碍 呼吸睡眠中止症的患者 其实也偏多 呼吸睡眠中止症 它影响的范围层面非常广 包括高血压 糖尿病 这些慢性疾病 都包含在内 那在我们进入正题之前 其实我刚才走进来我吓到 现在中医师都这么年轻貌美的吗 谢谢你 谢谢你的赞美 中医其实它是一个 讲求阴阳平衡的学问 在治疗患者之前 一定要先把自己打理好 患者走进诊间才感觉有希望 确实 而且现在女生除了内在 其实外在也是很重要 一定要是打理的干干净净 才会吸引人家来 更认识内在对不对 像我刚刚其实就有偷偷的发现 医生的手上 有一支很时尚的黑表 在这个白袍之下 我就觉得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时尚 其实现在健康表 都做得很时尚也很好搭 而且其实我已经喜欢它的那种 大的表面 所以它是健康表 它不是一般搭配的手表 不是不是 那很厉害 因为它做得非常的好看 这支表是 华硕的VivoWatch 我平常都拿它来监控自己的睡眠 比较多 因为现在很多人到诊间来 卖一把 感觉他们就是睡不好 但这种人通常比较没有自觉 因为他们也会觉得说 自己可以一觉到天亮 很多这种人都是处于 长期浅眠状态的不自知 有这样子的健康表 当作辅助的话 可以更客观的去记录一些数据 更了解自己的睡眠状况 那我想发问一下 像我啊 其实是可以一觉睡到天明的人 但我是不是 其实也不能确定说 我到底是浅眠还是省眠 是 有时候真的很难去预测 而且通常浅眠的人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 你会发现你越睡越累 欸 那我可能是浅眠的耶 但我可能是不是就需要透过健康手表来监测说我的睡眠品质是怎么样 是啊 而且现在人其实大多数人都是第一个熬夜 再来第二个我们常常喝冷的凉的 那这比较容易去养成我们的气虚阳虚的停质 还有弹湿的性质 在睡眠的时候舌头会向后倒 间接的导致我们的气道阻塞 你想一下啊 你只要睡觉躺在床上 只要你打呼 那你就整夜都处于缺氧状态 那就代表其实你一整夜你都没有睡好 但是也不自知 像这样的患者我都会建议他们 选用优质的科技产品 去客观的监测自己身体的数据 比如说像我爸好了 他有时候睡觉他会打呼 打呼这件事情 这个手表也是可以侦测到大小声或是什么的 其实这些手表也可以去侦测说翻身啊打呼啊 还有你整个睡眠期间 生眠前眠的状况这些都可以拿到诊间来作为医师去评估你睡眠品质的一个依据 所以不管是年轻人长辈其实都很适合这支表对不对 是没错 而且通常有一些患者他们来诊间尤其是夫妻 先睡着的通常睡眠品质都会比没睡着的还要好 因为没睡着的那一个都会抱怨对方打呼 有时候是先生抱怨太太打呼 有时候是太太抱怨先生打呼 但是他们两个都会否认自己会打呼这件事 因为没有听到 对 因为自己先睡着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客观可以去监测的依据 这也是一个证据 没错啊 没有错 所以大家其实也不用太排斥最新的科技产品什么的 都可以帮我们更客观的了解身体上的变化 今天非常谢谢李医师的推荐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